今日的这些个股推介是比亚迪1211 选择原因是中国积极发展新能源车 近期推出更多稳经济政策支持消费 鼓励新能源汽车下乡 推进充电站等配套设施建设 新能源车当中看好技术领先 销售表现跑赢同业的龙头企业比亚迪 公司4月份销售数据强劲 汽车销量按年上升超过1.3倍 去到超过10万架 再创月度新高 旗下新能源汽车具有竞争优势 销售强劲推升市占率 旗下新能源车产业链相对完善 具有生产效益 比亚迪上星期公布了第一季业绩 盈利按年上升2.4倍去到8亿人民币 主要是汽车销量大增超过3倍 去到28万6千架 占内地新能源乘用车的市占率大约是两成六 排名第一 期内比亚迪两度上条车价 招商证券说内计升幅介乎4%至6% 但未有影响新车的销程 成功转价上涨的电池成本 李昂说比亚迪市场上 小数业务可以覆盖电池 汽车半导体电子系统等汽车製造商 拥有成本优势 技术实力和品牌竞争力 未来增长速度将会跑赢同业 温彭博综合预测 2022至2024年 盈利年复合增长率达到6.8% 走势上 比亚迪四月初升穿下降轨 扭转今年以来的跌势 随后横行整固 昨天收报234.8 受到销售数据理想刺激 比亚迪短线有机会上破三角形顶$244 按狼度升幅可以挑战$280 策略上投资者可以在$230附近吸納 中长线参考大行目标价 介乎$256至$350 平均值$326 与历史高位相近 跌穿上星期低位$212 適宜减次 第1个月份 第1个月份